好来看到这是美国海军研究协会的新闻报导 表示呢在这个参与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柯宁 柯宁呢他呢现在针对这个北京可能犯台 他表示说台湾还没有准备好 美国盟友也不见得第一时间会出手 而且他表示说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现在大陆已经越来越好战了 所以如果大陆侵略台湾的话 会有多少的盟友派兵持援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说在这个部分 好大陆国家主义习近平应该是美国要让他觉得 让习近平觉得不划算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可能局势在升温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众议院院长 刚生人麦卡锡现在在今年春天 报道可能要来台湾 那么如果麦卡锡来到台湾的话 大家还记得吗 先前佩洛西抵台当天晚上 台湾到时候呢有超过20架战机升空 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 非常的紧张 那是不是可能麦卡锡还导致变成一个 裴洛西2.0的事件呢 所以现在大家也非常的关心 好现在呢 王顿宇表示说在去年9月份 当时啊就有以立院的名义 亲自送了邀请函给麦卡锡 所以现在到底麦卡锡 是不是在春天就要来了呢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五方的空军呢 在裴洛西来的时候实施了 跟这个办户有关的这个一个任务 那么现在包含了日本 日本共同社表示 习近平在二十大演说提到 不放弃以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 佐证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来犯台 好这是美前印太司令的戴维斯说的 还是有可能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在2027之前 因为呢他认为说 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演说提到 不放弃以武统的方式 来在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方式 所以他也表示说 自己在前年做这样的评估 到现在他认为还是正确的 好现在传出呢 如果说麦卡锡真的要来 那么在大陆的方面 是不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呢 大家也都在关注 现在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 表示说对于麦卡锡这样的行程 他不确定 不过重申在这个国际社会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同时也担忧大陆试图是 创造个新常态来破坏现状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会来是不是更进一步 裴洛西效应 前总马英九在今天参拜大甲镇兰公 他也表示了上次大家记得 裴洛西来的时候呢 造成了在大陆方面 在台湾设了四个封锁区 因此他也呼吁蔡政府 得要特别的慎重一对 好像还没有证实 因为上一次裴洛西来的时候 民众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邀请的话 要非常的慎重 我再强调一遍 因为上次裴洛西来 这个造成中共在台湾 设了四个封锁区 对台湾安全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情 我认为我们政府应该要慎重 那美国都不断是会 徹底提升台湾吗 要慎重一对现在传出 能麦卡锡可能访台 资深外交官 介文奇认为说 根本就是来台湾点火的 玩台湾对美国来说就有票 而对此呢新北市长侯宜表示 欢迎任何国际友人都能够来台湾 但是最重要的是台海区域和平的稳定 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还有心愿 而另外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哲哲说 美国公民要去任何的国家 都是正常的活动 反倒是美中对抗已经成行了 台湾应该要思考一下 自身的定位还有利益 麦卡锡来台 民主也认为说 麦卡锡是打这个台独牌 要挑动两岸的神经 最后的目标可能是要引发战争 那市长怎么看 台湾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度 任何国际友人来台湾 我们都热忱的翻译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让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是我们共同的宴警 我们大家抱着这样宴警 让我们国家能够永续发展 中美之间本来就有矛盾 有对抗 所以这是反而是台湾自己 要去思考说 在这种中美对抗的局势之下 台湾怎么去寻找它最好的定位 或是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 但是说美国要来 或是说我们台湾没有拒绝 没有理由去拒绝任何人来访 那麦卡锡跟格魁的事情 昨天蔡总统都笑而不答 他是默认这件事情 那常常这样 不要默认 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有怎样就正式宣布 我们再来处理 那主席刚刚讲到 就是跟其他国家的外交 那因为现在好像 最近比较没有出访大陆的打算 是怕被磨红 那未来两岸路线 您有什么看法吗 还是那一句话嘛 中美对抗的局势 我看在可见的时间内 大概也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据我所知 美国对中国反中的战略 大概是不会改变 因为这个已经是 不是说民主党 或是共和党的主张 应该是 几乎是跨党派的意见 然后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大概跟我接触过的智库 所以中美对抗这个局势 是一定形成的嘛 那还是那句话啦 是说在这个局势之下 台湾怎么去寻找一个定位 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 好 针对呢 麦卡锡是不是在今年的春天 要来到台湾 要来访台吗 民营党立委王定宇说 是他代表立法院长游席坤 亲自呢 在2029月提出邀请麦卡锡 当时呢 是以麦卡锡为少数党领袖的身份 邀请宋娇邀请函 他说呢 定与同时呢 也代表游席坤院长宋娇 感谢佩洛西八月访台 他说呢 他亲自 好 飞到了华府 来送了邀请函 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言论 立刻引起了大家的留言 但是来看到刷过去 几乎都是负面比较多 有人就说了 人民的洗汗钱 又要拿去填坑了 人家来台湾就是来收保护费的 居然呢 还有这个牵线政客 更有人说民进党就是中共 彻底勾结美国制造 中共军机绕台的借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呢 来看到在上一次呢 佩洛西来 没了台海中线 这一次好 是不是又要来这个 减20天天在 领空前打转了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 这一面倒都是来骂他 并且呢 还说根本就只是想要 邀功自害罢了 那另外也有网友指示说 一边戳中国 对台湾有好处吗 那么美国真的是为台湾好吗 台湾是美国的棋子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真的是苦了台湾的百姓 那么也可以看到 现在呢 再来放眼2024 又陷入一个抗中 保台的氛围吗 海北市议员游淑慧就爆料说 上一回总统大选前 有民党人士告诉他 不管呢 国民党推出什么人 美国都会把相关的资料 给他们 三四年前 在2020年大选之前 有一个民进党的算是也是 资深的要脚 就跟我讲说 你们国民党 那时候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还没有出来 你们国民党派谁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们都有资料 我们民进党就算没有 美国也会给我们 你知道这个听了以后 我觉得有多么屈辱感吗 你好好的一个政党 你用来打自己的人 不管怎么样国民党跟民党都是台湾人 然后你拿的是美国人给你的资料 你为了要执政权 然后 这在古时候叫什么 这叫古时候叫什么 师通外翻 对不对 你拿美国人的资料 然后来打 然后还要讲的 好像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那现在是不是又准备 要用这一招继续来打 所有在野党的人 我不知道 但我希望是 美国真的不要介入台湾的内战 如果你觉得大陆不要介入台湾的内政的话 你也没有资格介入台湾的内政 尤其是在我们选总统的时候 更不要说什么提供资料 给这个民进党 给执政党 去打击不同政党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是不道德的 虽然说我们过去听闻 他在很多国家的这个内政上面 都会去扶植所谓的亲美政权 但是只要美国介入去扶植所谓的亲美政权 那个国家常常都会出现内战不断 为什么 因为你就让我们人民自己选择嘛 我们自己的总统 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自己的未来 你硬要去操作的结果 就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后果啊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